所以今天要介紹的是昨天我們在實驗室所做的實驗叫做複質的分離 那這個其實只是一個我們算是體驗複質分離的過程 那麼我們昨天做的實驗就是把食鹽跟氣沙混在一起 那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怎麼處理的?把它分開 我們利用它的溶解的差異對不對? 食鹽可以怎麼樣? 溶於水 那為什麼它會溶於水呢? 因為它其實溶水的時候就變得怎麼樣? 非常非常微小的什麼? 顆粒分子對不對? 所以它溶於水中變成食鹽水對不對? 那另外呢? 細砂還是細砂因為它不能夠溶於水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們講一下第一個原理是用什麼原理呢? 溶解的程度不一樣對不對? 溶解度不紅 那溶解度不同之後呢?會造成什麼現象? 有溶解的顆粒就會變 顆粒會變怎樣? 小對不對? 啊沒有溶解的顆粒還是很大對不對? 所以這利用顆粒的什麼呢? 顆粒的大小不同 顆粒大小不同的話 就可以用什麼方式把它分離出來? 可以用什麼方法分離出來? 過濾對不對? 所以這種方法叫什麼方法? 過濾法 我們用的是濾脂對不對? 濾脂 好 過濾法 那因為這個濾脂 它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 可以讓水通過對不對? 可是不能讓它吸殺通過 好 所以過濾法的原理叫做顆粒不紅 就是溶解度有差異 好 那第二個 那我們就把食鹽水分開對不對? 這個 我們知道那時候我們要在那個濾脂上面 撕一個小角對不對? 撕一個小角讓它可以貼平在那個 露竹上面對不對? 然後再靠著什麼呢? 杯地對不對? 那個燒杯的內地 就會留下來 好 那食鹽水跟氣沙呢? 我們已經把氣沙分出來了 那食鹽水 問題是我不要食鹽水 我要食鹽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第二步是怎麼樣? 煮它對不對? 加熱對不對? 好 所以第二步是加熱 第二步是給它加熱 那加熱的結果發生什麼事情呢? 水就先蒸發對不對? 但是食鹽確實還留在蒸發米上面 那為什麼食鹽不會蒸發? 水 廢點 廢點 我們說水 水是液體變成氣體叫做廢點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個 水變成水氣 這個叫做廢點的不同 因為空氣變成氣化叫做廢點不同 所以加熱之後你利用廢點的不同 那其實 鹽巴也是會沸騰 也是會蒸發 不過鹽巴要蒸發 我說要到幾千度 你看超過好幾千度它才會變成氣態 知道嗎? 所以它的確是會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加熱不會加熱到三四千度 對不對? 我們只加熱大概幾百度而已 所以這時候水就先變成空氣 對不對? 所以呢 廢點的不同呢 這個叫做結晶法 這是結晶 結晶法 好 這時候水就變成水氣 對不對? 就蒸發掉了 那食鹽就變成結晶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們就把 因為廢點的不同 把這兩個物質就分開了 所以這叫做 這就是物質的分離 這樣可以嗎? 這原理都不一樣 這個原理叫做顆粒大小 這個原理叫做廢點不同 好 這樣了解嗎? 好 那其中呢 水的廢點比較怎麼樣? 被點比較低 被點低的話會先變成水氣 變成氣體 那食鹽的話是被點比較高 有相似的現象對不對? 比如說家裡面你們在煮麻油雞 或是燒酒雞 你會先聞到酒的味道 因為酒大概六七十度就蒸發了 所以酒會先出來 所以煮完之後 通常酒的量就會變少 就不會那麼多 好 OK 那 這個課本還有一個例題 他說 要把細砂跟鐵粉分開 可以怎麼分開呢? 如果細砂跟鐵粉要分開 要分開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把它分開 鐵是不是可以被誰系? 磁鐵對不對? 所以 如果是細砂加鐵粉的話 我們可以用磁力 磁鐵 用磁性把它分開 磁鐵有磁性 但是細砂沒有磁性 所以可以用磁鐵把它分開 OK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物質的問題 我們要把水平放在一起 可以用磁石 把水平放在一起 我們要把水平放在一起 所以是可以用磁石 我們要把水平放在一起